中國人過端午是少不了粽子 此季在尼泊爾鎮災 相繼志工也特地帶了粽子 去為鎮災團的團員來加菜 能夠在特別的日子 吃到這個應景的家鄉味 是大家是既驚喜又開心 才剛結束八方的工作 旅清譚師兄立刻穿起圍裙 要為大家準備晚餐 尤其這一天還特地加菜 多了粽子 來林波尔還有吃的粽子 心理上很好 也會想到我們家鄉的口味 鹹粽來自桃園靜思堂 田粽則是狂至親師兄結緣 粽子一端上桌 再搭配兩菜一湯 鎮災團團員各個吃的滿意 也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哪裡買的 就是台灣飛過來 我是馬來西亞飛過來 在林波尔一起吃 你怎麼選 太好吃了 懷念的家鄉的味道 真的很感恩我們台灣的師兄師姐帶粽子來 真的太棒了 太美味了 這道台灣味讓海外之工 回味家鄉 第一次吃到粽子的尼泊爾工作人員 覺得很熟悉 這道菜不是很美味 這道菜是甜的 對 我喜歡 我們知道 吃飯後 在捏派爾 我們吃一道 喜歡一道 能夠一起在尼泊爾過端午節 緣分難得 也更加珍惜 家鄉的味道 唉唷 太棒了 太棒了 台新聞 陳夏菲林 聽韓 尼泊爾報道 在尼泊爾報道